。 哈嘍! 我是薛林六! 今天的课程是要分享给初学者的同学们 如果你刚学习AI,你对于文字如何输入 以及工具列的文字工具不太了解的话 请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哦! 那我們先將畫面移到軟體本身 在工具列裡面有個文字工具 點下去以後它裡面有很多選項 文字工具 區域文字工具 路徑文字工具 垂直文字工具 垂直區域文字工具 指示路徑文字工具 有什麼差別呢? 首先如果你今天要輸入橫向的文字的話 請將滑鼠選擇 文字工具中的第一個 點下去以後 將滑鼠點選空白處 會有個游標 這時候你可以輸入你要的文字 這部分就可以輸入完畢 將滑鼠點回黑色箭頭 選取工具 當你按下去以後 外圍會出現節點 這時候你可以利用黑色箭頭 去將這個文字物件 進行移動 移動完畢以後呢 點選空白處 讓節點消失 再回到文字工具列 我們選擇垂直文字工具 過敏思議 過敏思議 你輸入的文字 就會是直向的 點下去以後呢 一樣在空白處點選 當游標出現以後 你可以輸入你要的文字 我們選擇 一樣我們選擇黑色箭頭 將這個直式物件移到我們要的位置 再來我們回到文字工具 那區域文字工具是什麼呢 可以看到它的小 icon 是有被封閉起來的感覺 也就是今天你畫的物件 是個封閉物件 我們舉例 使用橢圓形工具 繪製出一個圓形 在這裡 我將這個物件先複製兩個 右邊這個等一下會用到 文字工具 區域文字工具 將你的游標 點到這個圓形上面去 你原本物件的顏色會消失 只剩下路徑的狀態 這時候你可以輸入文字 它會將文字填入你的形狀裡面 我在這裡先舉例 我將這些文字全部複製 並將文字字集變小 如果各位同學們沒有自圓這個視窗的話 點選視窗 文字 字圓 小視窗就會打開 那我們在第一個 設定字體大小 我們將文字縮小 我再複製更多個文字進去 各位同學這裡就可以看到 當你的文字字集越小的時候呢 它就會跟你原本的物件 色塊的形狀 越來越相近 那這裡是屬於橫式的輸入法 反之 我們今天選擇垂直區域文字工具呢 我們一樣點選右邊這個圓形 我們一樣點選右邊這個圓形 點下去以後 你輸入的文字就會變成直式的 而且是會在這框框裡面 那我一樣複製貼上 那我一樣複製貼上 在行具的部分 我進行調整 調整完畢以後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是橫向的文字 這是直向的文字 再來回到工具列 路律文字工具 跟區域文字工具有什麼不一樣呢 一樣我們先選擇橫圓形工具 我繪製出一個圓形 在這裡我一樣複製一個 等一下會使用到 我們選擇 路律文字工具 點下去以後 當你這個文字工具 點選到這個圓形物件的時候呢 它的油標在上面跑 那我將文字複製貼上 在這裡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它是繞著圈圈跑 那路律文字工具 跟直式入境文字工具 差別大家應該很清楚了吧 直式入境文字工具 點選以後 以這個色塊來做舉例 點下去以後 我輸入文字 我先複製 貼上貼上貼上 我用黑色鍵頭 選取兩個物件 我們將字集的部分變大 這兩個文字的呈現方式不太一樣 今天你使用的是 路律文字工具的時候呢 它是屬於橫向的輸入法 你們使用直式的路律文字工具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直式的輸入法 尤其在轉彎處這裡 會看得更明顯 那關於路律文字工具呢 它不一定要放在一個封閉式的物件裡面 我今天用 繪圖筆刷工具 繪之出一個曲線來 那這部分 我一樣複製 下面等一下會用到 一樣我們選擇 路律文字工具 我們一樣點選 當你的線條變成路律的狀態的時候 就表示你的工具有點選到它 那我們一樣進行輸入 那下面這部分呢 我們選擇 直式路律文字工具 點選 那這部分同學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一個是屬於橫式的輸入 一個是屬於直式的輸入 今天你要輸入單純的文字輸入法的時候 就用一般最基本的文字工具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在色塊裡面 輸入文字的話呢 你就選擇區域文字工具 那如果你今天想在任何曲線上面 你想要輸入文字的話呢 就選擇入境文字工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這影片 請務必留言告訴我 也歡迎將影片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修改文字的方式 當你還在文字工具的選項裡面 選擇你要的文字 按下滑鼠左鍵 用突一的方式 文字會反黑 這時候你就可以針對局部來進行修改 首先請進行修改